这两天有一则新闻挺有意思的 也很有警醒的意义 什么新闻呢 说有一个日本男子 此前在新加坡强奸了一名醉酒的女性 而且把他施暴的整个过程 排成了小视频 传给自己的朋友看 他被新加坡警方击拿了 而最近呢 法院做出了判决 大家想想 他会被判多少年有期徒刑呢 在我国强奸一般会被判三年 而轮奸的话 有可能会被判十年 当年那个著名歌星之子 最近好像出来了 他不就被判了十年吗 可是这位日本人在新加坡法院 被判了十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绝对是重刑啊 而且比这十七年半 更可怕的是呢 还有二十下鞭刑 如果您了解鞭刑的话 你就会知道 这个日本人 他是宁愿在新加坡的监狱中 多待几年 也不想被施以鞭刑的呀 为什么 鞭刑实在是太可怕了 在我国古代啊 我们是有这个肉刑的 那个时候谁犯罪了 咱不流行关监狱 你说国家还得白养他个几年几十年 能行吗 最早呢 咱们是直接肉刑 你犯罪了啊 把你鼻子割掉 把你手割掉 后来到了汉井地的时候 有个小姑娘上书说呀 哎呦 这个肉刑太过残酷了 而且肉刑是不肯腻的呀 这个犯人犯了点错 结果终身残疾吗 所以在他的恳求之下 汉井地把肉刑 改成了杖刑 原来应当把你割掉鼻子 干脆打你个几百板子吧 您没听错 最开始啊 是要打几百板子的 后来大家实际操作之后才发现 这个打几百板子太不现实了 往往打个一百多板子 这个犯人就被活活打死了 所以后来啊 才大幅度的降低 改成了打几十板子 是的 古代有人如果犯罪了 打板子 这种肉刑 是要狠狠的 让他记住的 可是进入到 现代文明社会之后 我们知道 大多数国家采用的 都是监禁 剥夺一个人自由 很少有国家 还有这种肉刑的存在 但是新加坡可有 而且呢 新加坡这个鞭刑 我跟大家讲 绝对的是 非常非常的残暴的 先说用刑的刑具啊 那不是普通的鞭子 那是用特殊材料 编织成的鞭子 而且呢 要在水中浸泡很长时间 拿出来再晒干 那个鞭子绝对的是坚韧有力 再说这个行刑官哈 那绝对的是清一色的大小伙子 臂力极大 而且经受过严格的训诀 实施鞭刑的时候 犯人趴在刑具之上 四肢都给你固定牢了啊 人家实施鞭刑 那个小伙子 每一下打的都是又准又狠 而且绝对要打到你的大腿内侧 皮肤最为薄弱的地方 一鞭子下去 什么状态 绝对的皮开肉绽 那个滋味绝对让受刑人啊 终生难忘 而且人家新加坡有规定哈 说实施鞭刑的时候呢 旁边必须有医生 为什么 真是担心这个犯人 一鞭子下去就休克了 大小伙子还行 真要是碰到老弱妇孺 那一鞭子要了命都有可能啊 一鞭子打下去 医生呢 要马上过来给犯人检查身体 看看他能不能再挨一鞭子 新加坡有严格的法律规定 两鞭之间的时间间隔 必须超过30秒 那真怕连续抽下去 人就废了 而且不管你获得了多少下鞭刑 一次行刑啊 最多打湿鞭 再打的多一点 那真怕把人的骨头都给抽骨折了 真怕把人直接给抽过去 所以这个日本罪犯呢 他获得了20下鞭刑 至少那得行刑两次 当然那他得是身体好的 身体不好 恐怕一下子接受个两三鞭子 就昏死过去啊 而且鞭刑的痛苦呢 绝对不是一时的 是长达几个月的 这个人被抽了一鞭子之后 血肉横飞 你就是拿最好的药去治疗 他也得养伤 养俩撒月 这俩撒月 基本上犯人啊 是不能躺着睡觉的 为什么 怕蹭到伤口啊 他就得痛苦的趴在床上睡觉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 这个鞭刑 他有多么的残忍 而这个日本罪犯 他罪有应得 他最近就要在新加坡 得到这样的惩罚了 日本政府不想救救他的公民吗 不能和新加坡商量商量 别搞这么残忍的边刑吗 没用的 日本政府都不好意思提出这个申请 为什么 上世纪90年代啊 也有一个美国青年在新加坡犯了法 也被新加坡法院判处鞭刑 当时克里顿总统还写信给李光耀啊 希望高抬贵手 能不能不打这个美国青年鞭子 没有用 而且李光耀根本没搭理美国 照抽不误 很多人可能挺奇怪 说新加坡这样一个现代文明的花园式的国家 怎么还有边刑这样古老的惩戒方案呢 这和李光耀的治国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李光耀自己就说过啊 新加坡70%以上的人呢 都是华人 华人的祖先呢 都是闯南洋 从中国过来的 李光耀自己就说 在祖国大陆啊 聪明人都是留在本土的 你说如果一个人够聪明 家族够有钱 他何必吃这个苦九死一生 逃南洋呢 他一定在大陆就发展的很好 能够逃南洋的 基本都是不太聪明 家里没有什么背景的人 所以李光耀从新加坡立国开始呢 他就崇尚这个精英治国 他知道要治理老百姓是很难的 所以新加坡出了名的就是 严刑郡法 李光耀认为啊 只有像用鞭子赶羊一样 用严刑郡法治理 才能让新加坡这些本不聪明的华人后仪呢 懂得守规矩 所以这两年以来 新加坡给了我们免签 很多国人可以随时随地到新加坡来一场 说走就走的旅行 然而很多人提醒大家 说去新加坡旅游 你得小心点 你一定得谨言慎行啊 你连那个口香糖都不能吃啊 你在公共场合 千万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和他人发生口角 什么插队的事 你通通都别做 为什么 新加坡管理非常严格 你就是吐口谈 都要罚你一千五百新币 还不是人民币啊 你如果真的做了点什么出格的事 比如说有人以前在墙上乱图乱画 都有可能被判两鞭子的鞭刑啊 咱们普通中国老百姓 说实话和警察关系是很和睦的 很多中国人在公共场合闹事啊 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 可是在有的国家 这种微小的犯罪也会被严惩的 吐口谈都会被罚一千五百新元 在墙上涂鸦都会被判两鞭子鞭刑 那么这个日本罪犯 在新加坡强奸喝醉酒的女性 还把整个过程拍成小视频 发给她的朋友看 这样罪大恶极的罪行判她十七年半的有期徒刑 加上二十鞭子的鞭刑 那当然是合理的 新加坡当年连美国人的面子都不给 自然也就不会给日本人面子了 所以呢 日本政府听到这个事之后 都没好意思跟人家新加坡人商量商量 能不能从轻发落 虽然现代文明社会讲究啊 如果一个人犯罪了 应当剥夺他的自由 给他放到监狱中关几年 让他慢慢悔改 而不应当搞这样的鞭刑 甚至现代教育理念也认为说啊 小孩子是不能打的 小孩子犯了错 我们有各种各样教育他的方法 而不能动手 不管是父母还是教师 我们都不应当体罚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 所谓棍棒底下出孝子 孩子是不打不成气的 尤其是对于某些儿童来讲 说教是根本就没有用的 有的时候有些孩子 他就是记打不记吃 你如果在他犯错的时候 不能狠狠地打他一下 不能让他有个终生的记忆呢 那他就再也无法变好 所以新加坡的治国理念 似乎就是这样 对于很多犯罪的人来讲 如果你不给他鞭刑 不让他永远有这样的记忆的话 他还会再犯 甚至新加坡的鞭刑 往往是要起到啊 杀依警百的作用的 你想如果新加坡的罪犯们都知道 你去强奸一个妇女 不但要判好多年的有期徒刑 甚至要用鞭子狠狠地抽你20下的话 那么还会有多少人敢去犯罪呢 而且很多国内的网友也说啊 鞭刑这个方案太好了 咱们真的应当建议啊 引到中国来 甚至呢不光强奸犯应当给他鞭刑 尤其是贪污犯得给他鞭刑啊 我们那么多官员贪个几千万的 贪个几亿的 贪个几十亿的 就关到监狱中就有事了 尤其是贪官犯 甚至往往都六七十岁 生命也没有多少年过头了 你给他扔到监狱之中 那等于是帮他养老啊 那么大的年龄 国家还得花钱养着他 哎呦难怪很多贪官潜伏后继啊 所以有网友建议说 咱们能不能把这个鞭刑引到国内来 有一些职务犯罪 有一些罪大恶极的 贪了几个亿的贪官啊 就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 被抽几鞭子 把这个图像在各种新闻媒体上 反复播放 当然了可能几鞭子抽下去 这个贪官就一命无忽了 这样的场景绝对是有震撼意义的 我们经常跟贪官说啊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可如果广大贪官知道 他们贪污之后 会被狠狠抽几鞭子的话 那不知道他们还敢不敢贪了呢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